各位 如果你帐号注册好了 假设你有EDU的信价 你可以从我们简报13页 简报的13页你来看一下 就可以升级到教务版 事实上这个动作你随时都可以做 随时都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已经登录 我们的这个 NOTION的话 你就到左手边 左手边这里 我看一下 左手边也有叫Setting 我先点进来给各位看一下 左手边是不是有叫Setting and Members 在左手边这里 你可以找一下 点进来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简报 刚刚在这边有一个Upgrade 进来之后这里叫Upgrade 你就可以从右下角这边 直接升级到教务版 但是你如果现在登录信箱 不是EDU信箱的 他会要求你输入EDU信箱 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学校信箱 下次登录就要用这个账号进来 那这样子才可以使用 就是我们的教务版 这样有没有了解的 这里的升级 最下方这里 是不是这边就有一个 这里 有没有看到 学生和教育者 就是这边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点了 就可以找到这里 这样有没有问题 先知道 反正 今天我都不会用到教育版的功能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的位置是在这边 在这边 好 那 在简报14页呢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我们 各个版本 我刚刚就先简单介绍了 好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 他所支援的 有哪些不同 你就可以参考一下 原则上 其实免费版真的就还蛮不错用的 你以后真的不够了 你再考虑 升级成教育版 或者是付费的 你看它的付费的 最基本的是一个月8块钱 但是是美金 美金 不过还好啦 还好啦 就看你的需求 等到你有需要的再来说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它的方案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Notion现在也有AI 可是它比较不一样 AI要另外订阅 所以 这个 我就没有很鼓励大家用 因为现在AI有很多可以选择嘛 那你看 你如果是免费版的 你看一下 在简报15页那边 免费版的 它体验AI 可以总共可以体验40次 也就是你用它AI功能 那交易版的反而比较少 比较少一点点 那它也会告诉你 你看 如果你进到刚刚那个功能 刚刚那个设定的功能 你会看到它也比较可能 它会告诉你 你的AI现在用掉多少了 有没有看到 比较 你们应该都 现在都是0% 可是只能用24 所以我今天 不会让各位去耗费那个 因为 你可以用别的地方的AI 这样了解吗 当然 如果你觉得说我要整合 那当然很好 只是就是要 8块加8块 就是订阅Notion的付费版之后 还要订阅AI 又要另外花8块钱的美金 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那一块稍微 有点 对一般来说负担比较重 好 那么各位呢 你进到16页这边 这个就是Notion 今年推出来的日历的功能 它可以跟我们的Google日历集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我现在还不用讲 我最后再说是好 但是呢 我已经有写了一篇教学文章 教学文章 它这个Notion的日历 跟我们现在使用的Notion是分开的 也就是你去的是不同网站 然后也是不同的软件 如果你要下载软件或App的话 它是分开的 可是资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这样了解吗 也就是日历的功能是独立的 所以 你在现在我们用的Notion里面 你不会看到它 只会看到一个连结轮过去这样子 好 OK 这个是 简单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它的升级 那跟那个 刚刚讲的方案的一个不同 那各位呢 你进到我们简报17页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Notion的操作环境 简报17页 刚刚你已经有进来了 对不对 已经有进到那个 这个地方来 其实一般进来 各位应该会在这边 你们刚刚一进来 有没有 有一个getting start 对不对 从这里开始啊 然后就会有一个sample 告诉你们 然后左手边呢 会有一些页面的内容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我们简报17页这边 首先 在左手边这里 这边呢 就是 它的工作区 的设定 让你真正的页面 因为在东群里面 它没有资料夹 它没有资料夹的概念 所以呢 你今天 它要怎么去做 分开 用页面 把页面当做是一个资料夹 页面里面可以包含其他的页面 它是用这样的概念 所以左手边这边的第二个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 它就会先列出很多 它给你的一些 比如说你要做笔记的 个人的首页 还有你要做这个工作清单的 还是你要做这个读书的 一个列 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左手边这里 然后再来呢 你往中间看一下 中间这里 这里 中间这一块就是它的页面编辑的内容 有没有像卧人 对不对 中间就是一个空白的 给你编辑 那针对这个页面的右上角 我这个页面想要分享 想要做什么样的设定 就是在右上角这个选拌 这样清楚了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工作区 工作区在这边 还有你的账号的设定 通通都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先进到我们这里来 你看我们刚刚在这里 所以我们刚刚进setting 一进来 有没有这里就有 那我先跟各位 说明一下 在我们的notion里面 其实主要有这 这个几个部分 你看这边 在简报的18例 简报18例 就是在我们左手边 左上角这一块 好 左上角这一块 就是你进到那个设定之后 有你的账号的设定 你要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然后你要深色浅色 还有要不要有提醒通知 甚至你的语言跟地区 各位不用想太多 语言还是英文 不会这里就变中文了 但是你可以先进到这里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到我们把它连进来 好不好 从这边设定 进来 好 首先你一进来之后 就是在你的账号这里 就是在你的这边 那现在呢 这个 你的这个账号 你可以自己去设你的头像 有没有 你可以设一个你的头像 那你的密码 那些当然就在这边做 那么这里有一个语言跟地区 倒是各位可以注文一下 这个语言跟地区 语言没有错 这里就是有英文 日文韩文对不对 就是差中文而已 好 所以这里不用看 但是我要请大家看的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 Start week on Monday 也就是你的星期一 就是你的一星期 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预设的话这个没有勾 这个没有勾代表什么 日历 就是你在看那个日期的时候 第一天是从礼拜天开始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自己比较习惯了 就是把第一天 就是像我一般过过日历一样 礼拜天在最后一边 在最右边 这样了解 好 如果你没有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这个通常会建议大家先改一下 好 这个是帐号的部分 各位可以先住一下的地方 你可以先设定一下 这个一周开始日 因为他里面会有 比如说有那个选日历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不一样 你可能就会挑的时候就会挑错 尤其现在又没有中文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再来 他有一个叫做工作区 你看 下面这里叫工作区 下面这个叫工作区 那什么叫工作区 各位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点开 123 4 有没有 工作区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独立分开来 你把它想 一个可能是工作用的 一个是生活用的 那我的资料不要滚在一起 也就是说工作区呢 他这个是独立的 好 你们目前因为都只有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按下去就是空的 有没有 好 那你可以从这个三个点点这里 有没有 Join 跟Create 就是你可以加入别人的 因为这个就协作 好 那我也可以 像这个就是他邀请我加入的 所以这个就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加入他的 然后上面这三个就是我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建一个新的 好 也可以就是用你现有现在的都可以 那这个部分啊 所以等你资料比较多的时候 你再区分就好了 或者像 像我上课 我正式用的在这里 可是我平常 像这种测试的 我就是上课说给大家看就没关系 对不对 正常的就不要给大家看嘛 太多资料了 这样了解 好 这样就可以把它完全区隔开 这样知道什么叫工作区了 那你每个工作区 也都可以设定像这种 所以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如果是帐号的 你看在这里 帐号的 这里 有没有 这个照片是圆圆的 可是呢 如果我是在工作区的 有没有看到他的前面的照片 是方方的 所以你从这里也可以区分得出来 你现在看到的那张照片 是属于你的工作区 还是帐号的那个照片 这样了解吗 好 这个是刚开始 我觉得有时候会不容易分清楚的地方 稍微留意一下 那 再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以后 你可能 你现在用notion 做记录了之后 我就把它记一记之后 我想要把它分享给大家 你看我们的云端令点 或者是那个 档案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取得一个共享王子 那notion也可以 一样可以取得共享王子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 它会给你一个网预名称 这个网预名称你可以自定 你如果没有自定的话 它预设就是随机给你的 那这个在哪里 你可以找到一样在工作区的设定 可是你要注意 我这里有些 如果以后你有修正 也就是说我现在没有设定 我已经分享了好几个出去了 后来我想说我要找一个比较好记的网址 给自己用 那你改过的 你之前分享的都会消失 都会失效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大家 这个地方先来做 在哪里 你看一下 从左手边的设定 有没有 左手边这边一个设定 找到工作区 这里 工作区 setting 好 你往下走 有没有看到它预设给你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随机的 你这个地方 你看 以后你分享出去就是这个 有没有 它下面有告诉你在这里 有看到 这就是你个人专属的网址 这样了不了解 就在下面这边 所以你前面这一个你可以改成你比较喜欢的短子 或是你自己的账号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你要分享之后就比较容易记得 可以吗 好 这个是记得 好 这个动作 如果你没有先设定 有分享过了 就都会消失 好 都会消失 这个一定要先讲在前面 才不会后面大家在做的时候 有关于有感 你就比较麻烦